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聊聊天 哪个黑痴都会传染到 而且有机会病得很严重的 如果你病了 就要进医院 然后你还要医治很多好多日子 我不喜欢新冠肺炎 因为我没得上学 我会很害怕 我怕中到肺炎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在小朋友已经肆育了一年多 直至2021年1月16日 已经有714名的小朋友确诊 全部都要入院接受隔离的观察和治疗 什么叫隔离病房 隔离治疗 第二就是小朋友会和其他小朋友分开照顾 隔离病房的设计 里面的空气会经过杀菌、杀病毒和过滤 才会释放离开医院 小朋友在接受隔离治疗的时间 就自己留在一个病房里面 但是小朋友可以带自己的玩具来玩 而游戏师都会提供玩具给小朋友 另外每个病房都有电视看 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和父母沟通 有需要可以按铃去找护士或医生去帮你 而年1小朋友 我们远方是容许父母照顾小朋友 而年1大小朋友 父母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远方会每天致电家人 是报告情况给他们知道 当然有些时间 有些病人的父母是其他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医生护士就做了代父母的角色 要帮忙去照顾这些小朋友 消缓我们心理的压力 而我们有个好拍档 就是我们的医院游戏师 他会提供很多游戏包 亦都帮我们手照顾这些小朋友 消缓他们身心的紧张和心理的压力 大家关心的除了是小朋友的身体需要之外 还有他们的心理需要 情绪需要和社交需要 因为一旦住院 小朋友的生活习惯就会有所改变 甚至乎连朋友都见不到 对啊 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大一点的小朋友 他们或者都可以表达到自己的感受 但是小一点的小朋友就未必懂 但是同样地 其实他们都会有压力和感受 如果我病了的话 我只要自己一个在医院好闷 孤零零一个人 我会不开心了 怕了 我见不到爹地妈咪 好怕啊 不知怎样算好 医院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定会不适应的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家人的陪伴 他们就会更加觉得孤单和不安 而小朋友面对忧虑压力和突然的转变 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 是啊 有时小朋友会说到自己很害怕 想大人陪他们多些 有些会哭的 还有也有些小朋友会不想吃东西 或者睡得不好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就不想见到医生 或者听到任何关于病的消息 无论怎样都是需要处理的 因为如果不理的话 小朋友可能会无法跟从医护人用的指示 甚至乎不肯接受治疗 作息时间又会被打乱 亦都会影响他们的康复进度 长远来说 这些住院的经验 可能会留在小朋友的记忆里面 造成负面的影响 当将来小朋友再接触关于疾病 或者入院的讯息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害怕和紧张 还有如果他们长期在压力下 都会增加他们出现焦虑的情况 严重的话 就会令到他们很难投入在原先的生活当中 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小朋友的年龄、状况、喜好和压力来源都很不同 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都很不同 之前我们在病房 就会和小朋友一起玩不同的游戏 和有不同的工具 去帮助他们表达多些自己 而大人都可以了解多些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会邀请小朋友选乐器 用不同的节奏、力度和速度 例如是摇两下摇铃 或者拍下响板 象征着他们不同的心情 这个都是我们和小朋友沟通的桥梁 只要给小朋友一张白纸 不同的颜色笔 他们就可以随心创作 可以是画像或者线条 看着画 我们可以了解作品之余 让小朋友说下他们的感受和心情 小朋友可以玩一些创造力高的物料 例如是泥膠和沙 创造不同的东西 泥膠摇身一变 就成为最喜欢的作品 而在家里的话 小朋友更加可以玩沙 随意拿不同的份量 大力小力玩都可以 角色扮演可以令小朋友 重整住院经历 小朋友往往会代入在角色当中 例如扮演医院内不同的人物 透过不同的游戏物资和工具 可以讲一下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无论用什么方法 最重要是要有同理心 陪着小朋友 因为情绪是没有对错的 而大人包括家人和医护人员 都可以是帮小朋友梳理情绪的好帮手 我们可以多些和小朋友沟通 给他们时间多些 或者用其他方法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我知道医院游戏师为小朋友 设计做一本华画出院了 让小朋友和家长一起看 重整一下住院的经历和情绪 能够身心健康地出院是很重要的 是呀 这本绘本和这条短片都是我们为出院 或者曾经有隔离经验的小朋友而精心设计的 要记住 每位小朋友的住院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小朋友和家长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才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而在这段期间 家长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出院之后 家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打开这本华画出院料 重整小朋友的住院经验 透过书里面的小游戏和活动 认识一下情绪和表达感受 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游戏点子 包括画画、听音乐、做伸展运动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一家人一起玩亲子活动 小朋友有得玩就最开心的了 因为游戏能够支援到小朋友的情绪需要 有助他们重头回本来的生活 如果跨过这一步 即是代表小朋友又聪明了 可以打赢到病菌 又可以积极面对住院的经验 真是一点都不容易 对小朋友来说 完成了一个大挑战 日后会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 和会用正面的心态面对难题 总结一下 我们病了都要玩 病好都要玩 祝小朋友身心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